根据本周《自然周刊》的新闻报道 在新的学点 印度的学校对未满16岁的学生 将不再较出有关进化人 严肃周期表 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支持 年龄较小的学生将不再学习 某些以污染和气候相关的主题 而对年龄较大的学生 生物学 化学 地理学 数学和物理等学科 也将削减部分内容 为什么要这样呢 根据我看到的两篇文章来看 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 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这个调整是从去年开始的 当时称这主要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 在新冠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的压力 还估计听到这里 大家会有一丝的感动 对不对 印度的教育当局真的很人性化 他们认为这些内容过于繁重 不适合在紧张的环境中学习 当时印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议计一旦学生能够回到教师的时候 这些内容马上就会恢复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新学年的教科书声明这些所删减的内容将维持下去 所以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和不解 第二减少机械记忆 2020年印度的国家教育政策说 学生应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 批判引思考者 因减少知识的机械记忆增加主动学习 听到这里 我们可能会再次感动一次 原来删除这些科学内容 是为了鼓励学生进行更多的主动学习和信念 批判引思维 但是同样令人不解的是 如果主要是为了减少简单的使机硬背 我们有很多方法 比如可以采用视觉方法 用视频和动画来传授科学概念 这样知识会更形象 而不是机械记忆了 另外还可以使用真实的故事 案例或者情形来引入和解释科学概念 同样也可以将抽象的概念 具象化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仍然很牵强 有没有 第三 他们强调说 要学习印度的本土知识和文化 我觉得这一点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类似的做法 其他国家的例子也有很多 新西兰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验 让一些学校教授毛利族的认知方式 但人家没有删除重要的科学内容 我们中国也强调文化自信 也没有说要删除什么科学内容 而印度则声称要删除达尔文的进化论 门戒列夫的研究收集表 还有法拉第的电磁学等方面的内容 说要将这些时间用于学习印度前殖民时期的科学历史 这样加强对印度本土知识和文化的忠实 但实际的情况呢 新闻中他们的学者是这样认为的 说在印度出现了远离理性思维 远离启蒙和远离西方思想的歧视 印度一直对自己有着密一样的自信 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他们删除这些内容真的可以吗 我们知道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 严肃周期表 都是解释世界根本概念的内容 也是鼓励学生对世界进行积极思考的 进化是生物学的基石 它解释了生物断性的形成和维持 以及生物结构功能和行为的起源和发展 其他的类似遗传学 生态学生理学和行为学 都建立在进化理论的基础之上 至少对我来说 如果我的一些课程 特别是以生物学有关的课程 如果不涉及进化理论 我觉得就无法真正传授 现代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而同样呢 严肃周期表的发展 是化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严肃周期表 我们才能够系统的组织和分类自然界的元素 能够观察和理解元素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这其实为研究和理解元素的性质和相互作用 提供了最基础的认识 《自然杂志》对这个新闻发表了一篇色论 其中有句话我也觉得相当到位的 说学习核心科学概念 实践解决问题 并深入研究科学的历史 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全球的 都不需要孤立进行 培养科学精神和对遗产的自豪感 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没有对过去的扎实掌握 研究是无法潜进的 简而言之 科学和历史是互补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对印度的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吗 不妨用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富丹昭斌 谢谢你的关注 再见